可及新浪潮现在正在发生 而且它可能对这个社会跟对政治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关于全球的财经 现在所有的股市是否即将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修正 美国的股市周五的时候在尾盘 因为技术性的卖压 什么叫技术性卖压呢 就是并没有什么太多坏消息 因为真正的坏消息出现是在礼拜四 礼拜四的时候美国商务部公布 美国第一级的GDP下修到2.4% 那当然只是略幅的调整 另外美国四月份的房屋的开工数字 并没有大家预起来的好 也就是说房屋并没有成长太多 到了四月份好像有点停止的状况 然后最新的领失业救济金的心领元素又略微增加 都不算坏消息但不算好消息 但是基本上呢 整个礼拜五在尾盘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技术性的卖压 而且这个卖压呢 一出现的时候马上就下跌了208.96点 跌幅高达1.36% 不过现在的美国道琼指数是15000点以上 S&P也就是跟金融资产最相关的指数标普500 现在是1630.74 于是市场开始出现辩论 美国股市是会往16000点 道琼指数往16000 18000 继续往上翻荣 就是叫牛市 还是经过这次的大修正 因为这根本就跟整体经济的状况是有点脱节的 所以经过这次的大修正 这样的一个股市情况 会大幅修正回到比较合理或者比较低点 那么整个辩论的焦点都是在美国的联准会 现在呢 基本上全球的联准会大概有共同的看法 欧洲开始放宽了它的尊解政策 终于在本周欧盟松口放宽了六个国家 他们紧缩政策砍预算的目标 有的是可以延长年限 有的是可以增加预算赤字的目标 从3%到3.6% 甚至容许稀老到6.5% 所以欧洲大概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这个态度没有改变 这是欧洲央行 美国央行跟日本央行 大概都会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那么合理来讲呢 如果全球全部都进行量化宽松政策的话 那你放在银行的钱是没有利息的 而且钱是会贬值的 于是钱就会投入到股市 投入到房地产里头 那美国的股市在这样的情况里头 就会出现所谓的牛市 就是美股会继续往16000到18000 另外一个情况是完全相反 就是随着美国经济越来越好 尤其是Bernanke的任期到2014年的1月将到期 他曾经表示他不会再连任 当不连任的时候 美国要求删减赤字的声音又大起来 而美国第一季 所以经济下修 GDP只剩下2.4% 很大的原因 一般分析主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政府删减减支 就是减支 删减预算的幅度太大了 那Bernanke一走 很可能联准会 开始要求慢慢的缩小购债的规模 一步一步推出量化宽松的势力会反扑回来 在这个情况里头 美国的股市就会走进熊市 就基本上现在到15000点的美国股市是太疯狂了 就会进行大幅的修正 现在市场上正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辩论 而焦点就在Bernanke跟美国的联织会 无所不能的钢铁人直上营销 还清零华尔街加持 让股市脱离重力一飞冲天 这可不是CNN记者看了漫画跟电影后瞎说 看看美国股市今年以来的记录 道琼工业指数在3月5日 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 5月3日灌破15000点 标普500指数3月28日站上历史高点 科技股纳斯达克指数 也在4月底写下12年来的新高 今年以来意泼泼涨势凌厉 让人不禁要问 象征景气的燕子真的来临了吗 市场上又再次掀起股市 走向牛市和熊市的辩论 支持牛市的一派认为 联准会持续实施量化宽松 利率维持低档 企业获利暴喜 股价就有上涨空间 带动房市和车市蓬勃 贝伦杂志甚至乐观地预测 道琼工业指数突破16000点 并非梦逝 经济学家席格更大胆 预估不久的将来 道琼会占上18000点 第一次货带预算是 货带预算 货带预算 我认为是会更加增加 原因是 我的历史研究 显示当市值得至少 现在 你总体会有更高的 价格比你现在有更高 不过抱持熊市看法的人 可不这么看 他们悲观地认为 股市荣景不太可能会延续 因为就业市场仍然疲软 失业率距离6.5%的期待水准 还有漫漫长路 目前的股市根本就是虚胖 这波上涨动力 完全来自于 全球央行的银弹助攻 我必须不认为 这是因为钱刷 这是不是因为 知识的试剧 这是国家的联系 在日本、英国、英国 在英国、英国 刷刷了几乎的钱 这是不批判 在世界历史上 每个 central bank 每个 central bank 扔了钱 在同时 这回到楼上 然后再次准备 准备的 currency 这是 madness 市场的市场 市场仍然议 市场仍然许 市场仍然是 市场仍然许 市场仍然许 市场仍然是 市场仍然许 市场仍然是 市场仍然的 市场仍然 市场仍然 市场仍然许 市场仍然 市场仍然 and money funds earning a big fat zero and those people are saying hey i want to get some return out of my money and i agree that i mean the federal reserve is there's no return in the fixed income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going to drive them into the stock market no it's i'm talking about the federal reserve policy the madness at the federal reserve where they're printing staggering amounts of money they're putting huge amounts of debt on their balance sheet they've typed they've more than quadrupled their own balance sheet in five or six years this is unprecedented in world history yes money is going into stock markets but i'm just very worried about how it's going to end and when it ends and i know it's going to end badly not just for us but for the world正当各方面论沸沸扬扬热钱在市场到处流动联主会主席 博南克上周四在国会听证会上出乎意料之外表示倘若经济情况持续好转 在未来几次会议里不排除会逐步放缓购债规模 这番被解读为量化宽松措施可能逐次退场的暧昧谈话一出 立刻引发全球股市剧烈震荡 果不其然股市在这几天好不容易慢慢恢复元气 但最新公布的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扬到2007年7月以来的新高 制造业反弹力道强劲 第一季GDP成长率2.4%符合先前预测 标普凯斯席勒指数也显示 在库存紧俏超低利率和竞标战三大因素影响下 房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0.9% 创下7年来的最大涨幅 由于预期的经济数据 使投资人更加担心 联准会可能会加速减少刺激措施的规模 星期五收盘三大股市同步下挫 分析师认为与其说伯南克的话引发敏感的股市恐慌 还不如认为这是在逐步测试水温 更何况美国房市表现持续热络 甚至出现了过去未有的竞价 主张牛市的说法目前似乎占了上风 房价和股价上涨带动家庭财富提升 进而刺激消费 虽然连股神巴菲特都认为 现在的股市难以预测 但随着财政自动减值的效应 在下半年逐渐消散 美国经济缓慢扩张的态势 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究竟是牛市还是熊市 答案自然会揭晓